這街車一路到山上就是要去看瀑布的 迷產一條街 喔這龍眼這大亮耶 這個在排隊的這在排什麼 七人座全票機時 進場囉 售票數到上面要再半個小時 喔喔很大喔 爬上去囉 四層樓喔 喔爬上來這裡有一個耍廢區耶 找他們到了 哇靠這地產城耶 我不曉得再上去了 這裡上去是那個 觀音盤寺 整座山都是人耶 那樣呢 喔 現在整個腳都在抖耶 我看在靠近耶 正版愛律 喔好冰喔 大家好 我是阿滿 歡迎來到MANLIFE 今天呢 帶各位去嘉義族旗 觀音瀑布 以日游 那這個瀑布是 乘風了好幾年 近期才開放的 我想說 去看一下 廢話不多說出發 go go 我們到了 哇 我們車子剛才有衝上去 上面的一個 免費停車場 上面的交通有點亂了 然後我們就開下來 停在山下 路邊停車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上去 今天是國慶連假的第二天 目前山上有一個 類似一條街 明產一條街這樣 就是可以逛 然後人超多 等一下帶你們去看一下 不要懷疑喔 這些車一路到山上 都是要去看瀑布的 我們到了 我們上來了 然後這裡是 可以搭結果社的地方 來回票價180 已經賣完了 20分鐘一班 好啊 那我們等用走的了 用走的話 先進過這個 明產一條街吧 第二停車場在這裡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好 好吃 平坑我已經滿了 日後平坑糖 啊 現在擠欸 哇 到這裡可以鮪魚啊 喔這龍眼很大顆耶 沒有發現 家家戶戶 都在擺攤 這樣又促進了經濟耶 這是不錯的選擇 這裡賣很多那個 龍眼桿 這個在排隊的 這在排什麼 喔這街坊車而已 啊要坐那個 啊現在已經滿了 就中那個 你有看到嗎 遊園車 從這裡走到觀音復步 要走1418公尺 20分左右 20分啊 用新的呢 你看 上坡了 喔這坡路有點陡喔 感覺需要坐個 遊園車喔 看好爽喔 耶在18分 上山五分鐘已經 喘吁吁了 感覺等一下要來買個冷泡茶 啊還有阿野山最好吃的愛玉 看一下 大概是 七人座 七人七人 12月10他被空 在253公尺 8分鐘 下坡 下坡 一口氣 旁邊可以聽到 水流聲喔 水流聲喔 你有聽到嗎 土石流耶 喔 棒山耶 前面有廁所耶 還不錯喔 感覺走到了喔 還有藝人 還有街頭藝人 這坡車 這坡車就是送你到這裡的吧 一趟100 來回180 這是團體預約專車 喔要排隊 所以我現在 這是要正式開始 萬一復復的開始 復復在那 這個是人關二號橋 那裡啦 那裡才是啊 你有看 網路上面有那個橋 大家都在那個橋上面拍照 對 這裡有一個小戶戶 啊這裡是要幹嘛 買票 喔 還要買票啊 還要買票啊 天耶 售票停 全票70 學生 五十 六十五歲以上 七到十二歲的 三十 只收現金 主席的民眾不用急 然後這裡有寫 錦翔月 確實清點數量 票券售出不退 要看次來 謝謝 謝謝 結果車售完 不要再問了 呵呵 你夠發票喔 進場了 進去要走走走 到最上面半個小時 到最上面半個小時而已 真的齁 好 到最上面要再半個小時喔 到最上面要半個小時喔 到最上面要再半個小時喔 沒有啦 沒有啦 售票處到上面要再半個小時 代表你從停車場走到這裡 再走上去瀑布要一個小時 來回要兩個小時 是這樣嗎 我們來走快點 我們在方山越嶺阿喔 你有看到那邊的樓梯嗎 樓梯不涼 哇靠 這個樓梯至少 二三四層樓耶 OMG 喔 涼耶 喔 很大 好快喔 一擦 一擦爬上去囉 四層樓 一擦爬上去囉 一擦爬上去囉 那邊的樓梯 一擦爬上去囉 四層樓 爬上來,這裡有一個耍廢區耶 然後瀑布就在前面 看到嗎?到了 這個叫飄谷雨 是關於瀑布園區的第二層瀑布特殊景象 瀑布水花灑下,形成五彩繽紛的水蓮 山谷烟雨萌萌,有如仙境般的景象 這裡啊,就是個吊橋了 咱們到了 你沒去嗎? 我現在開始褲褲了 哎呀,接下來 從那個瘦跳處走進來大概十分鐘左右而已 就算搭接駁車來,還是要走十分鐘 進來看這個地方 現在的水很噴嚇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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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水汽很多啊,給你就可以黏了 對啊,水汽很多耶 好想去泡一下喔 現在全身黏梯梯的 現在全身黏梯梯的 還要上去嗎? 哇,行 都來了,七十塊耶,對不對 給它沖了啊 沿路陡坡 請衡量自身身體狀況 哇,真的是陡坡耶 哇,後面是轎橋 都起來了 下山人潮,塞車中 我後悔了 不應該上來的 希望上來的風景不會讓我 後悔 走到了 這裡有一個 休息平台了 我覺得我要走去那裡休息一下 這吊橋煉花 哇,那裡又一個瀑布了 原來這裡又有一個 哇靠,這是第三層了耶 哇 哇 韓哥累了,韓哥在找涼水了 沒有 他說了啦,我不要再上去啦 我不想再上去了 這裡上去是那個 觀音潭室 然後有廁所 喔,在這裡 他給他第三層了 飄移啊 啊,這樣他沒有騙我啦 走到觀音潭室大概30分沒錯 這樣要一個小時 正確了 想吃愛玉的第二層就可以休息了 第三層耍廢區 拜拜,我們要撤退了 對阿 對阿 我們家裡算蠻上游的地方啊 整層光啊 啊 啊,瀑布剛才是從這裡下去的 所以這裡上來還有一個平台 下去就會看到剛才我們第二層那裡 就是現在山上的景觀 挑點小雨 有點陰陰的 我們已經到了 下山的車陣中 目前大塞 看一下這個塞的程度 真的是塞車耶 你要超車嗎 因為這三把 對阿,你超車 五分鐘 五分鐘 一個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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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可能這樣 好過吧 到一個休息平台五分鐘 整座山都是人耶 怎麼這樣 雙線到塞車中 下來了 回到了第二層的吊橋 現在整個腳都在抖耶 開始抖了 哦 這裡有一個標語 我們要出來了 然後售票區 還是一堆人 好像越排越長 這是剛才唯一去乘的下坡 代表著我們等一下要一路上坡 累累 然後經過這個好岸坡 我們就是一路下坡了 我們回停車場 還有一公里 十四分鐘 阿魚有嗎 阿魚有咧 喔,一碗 阿魚一碗 欸 黑糖 糖 糖,很香的糖 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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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差一百公里 還不用吃愛玉 試一下湯頭咧 嗯 香嗎 偏酸 其實還沒給他打暈耶 可能 正版愛玉 這滿檸檬愛玉 這滿檸檬愛玉 呵呵呵 好好來去膩膩膩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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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蘇寶還要好喝耶 咦,剛好吃完冰可以洗手了 噢,爽 噢 噢 好冰喔 噢,舒服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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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行程還不錯 步道該走也有走 然後體驗的也有體驗到 看瀑布的風景也有 然後最重要是吃美食 它有美食一條街 每到一個地方的瀑布都有一個休息的區域 然後會有吃的東西這樣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朋友記得幫你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記得幫我訂閱喔 那我們下部旅程見 掰掰 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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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ぉ